在自博8个区线里面排名中游的 支川区什么模样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 8个区线里面GDP最高的是张电区 也是他们的组成区 这边是属于支川相对来说便宜点的地方 我们从便宜点的地方往中心那边看 下面这边是实验小学的南校区 建类还是不错的 往这边有大面积就是空地 估计未来还有栽修件 再往这里面看一看 看着还是挺漂亮的 它整边整个这边估计有的有的是新修的 我看它这边的这个道路 包括它这边种的这个树坑里面 一排排的非常的整齐 再往这边看一看 这边应该是近些年新修的一些高层住载楼 它也不算特别高 这边是五层的后面大概是十层左右的 看看这里小区内部的环境怎么样 这个好像怎么说呢 这个小区有点意思啊 感觉像那种环境方样的 就是不是那种商品方 这种样式的 横平素质的 这不过这边小区都是这个样子的吗 应该不是的 这个应该属于中地端的 但是看到的内面感觉也还不错 尽管配置的话比较一般 往这前面 在整个周围这个已经算是比较好的小区了 最后面是几楼比较高的 这边可以看到本地人原来居住生活的环境 看看这边 这边就是当地人 一些村子啊 现在都变成城中村的 以前这边应该大面积的都是这个样式的 它这边好像正在拆钱了 你看这有的已经拆掉了 这边也是的 有的拆弄的 估计就拆掉了 没有拆弄的 就还是在这里住着 还有好多都还没有拆弄 有的老人也可能不愿意搬离这里 感觉住在村子里比住在这个小区里面 要舒服一下 对老人来说的话 爬楼梯啊 也难啊 然后住在这个水泥盒子里面 肯定没有住在自己家的小院子里面舒服 去哪里都舒服一下 待着也舒服一下 这边感觉像稍微老一点的小区啊 这种小区的话 在零几年啊 那个时候建的比较多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年代修的 这边大面积的 也都是这种比较低的房子 算是品质住宅了吧 我感觉像这样的 其实这样的还更好一下 虽然33层以上的那种看着比较壮观 但是真正居住的话 我感觉还是这种低层住的 这边要更舒服一些 起码这个人口的密度要稍微小一些 它这边的高楼相对于张力区那边的 要稍微少一些 特别是和张力区那边的 新城区相比啊 还是要少不少的 这对面又是一个学校吧 这边是自川的中学 然后往这边好像有间歇这个高层住宅楼 哇它这边的就相当高了 你看这边都是进了30多层的 看着要这个更现代化一些 往这边进了不少 可能也是这边最高的一个小区住宅楼了 我们越过这个小区往里面 那边也大面积的都是那种比较矮的房子 你看这边它这个绿化金光 跟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小区 这个感觉就要好很多 看着就要舒服很多 但是你看这这个高层 采光并不是很好 你看这 你看这边 这黑的那一片 都是没有光照的 你再看这些这个低层的小区 没有黑的 大家都是这一个可以享受到这种阳光普照 这个也是高层不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高层也是分楼层的 还有的这个楼层要贵一些 同户型的 有的这个就要便宜一些 各种因素的影响 下面这边还有一条河 从这边穿穿而过 志川区里面这个模样 大面积的其实都是这种 七层六七层左右的 我们这边都是这种六七层左右的 还是非常漂亮的 这一个志川区 还是很厉害的 厉害的 我是很有的 我最努力的 阳光 我 quas safely抢一个